秋天养兰花一个绕不去的话题就是如何保湿 在室外保湿比较好做 第一个就是秋天有很重的落水 第二个可以进行喷雾 那么在室内的阳台 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阳台 这个上面是不接天的 然后外面的雨水也打不进来 这个兰花养在这里 像这样的状况下如何保湿呢 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喷雾 喷雾这个方法虽然是好 但是很多的兰友用错了 会导致兰花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问题 之前就有兰友跟我说 他说这个喷雾以后兰花会出现浮苗 确实如果在室外的话 随便的这么喷就当它是淋雨了 但是在室内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 刚刚说的那位兰友他给我发过来的照片上 可以看到那个兰花喷的是湿答答的 这个叶片上全是水滴 在室内喷雾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细节 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要 这个环境一定要通风 一定要通风 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通风的状态是非常好 那我的水 清水 喷的是清水 那个清水喷在叶片上以后 我计时过了是三十分钟 半小时全部干透 半个小时全部干透 第二个就是喷雾的度 就是喷多少量 那么这个兰花喷雾怎么喷 我们喷到什么位置为止 其实一喷兰花像这么喷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再喷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细细的水租着这个蓝叶上面 但是它还不至于凝结 不至于滴下去 你如果再喷再继续喷的话 那么这个水租就会凝结 就会凝结往下滑落 就滑落到这个叶芯里面 这样就不太好 第一个滑落到叶芯里面的水不容易被蒸发掉 我们喷雾的目的是保湿 就是一个是让叶片吸收 第二个营造一个小环境的湿度 如果你喷的太多叶片凝聚起来 往叶芯里面滑落了 那反而这个是起到一个副作用 在室内来说是起到一个副作用 但如果在外面我们刚刚讲了室外兰花的话 就随便你怎么喷吧 你就是用大型的喷雾器来 喷啥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和淋雨差不多 但是室内阳台的通风环境 不允许我们那样去操作 所以在喷雾的时候一定要细这个雾 这个喷雾器要用到调到最细的状态 调到最细的状态 然后喷的时候一般就是喷个两三下就行 像刚才我这样的再加喷一下就有点多了 这是第二个要注重的细节 还有一个细节很多男友会忽视掉 什么细节呢 如果这个兰花我们为了保湿 我们经常给它喷雾 一天喷一次 像刚才这么少量的一天喷一次 没有问题 对兰花没有影响 但是它会造成一种不缺水的假象 因为蓝叶每天都有水分在吸收 所以它这个叶片看起来不会出现缺水的症状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喷的雾和蓝根 积取的水分是完全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 它是不一样的 长期一般说几个月吧 你即使这么喷雾 蓝花不浇水 哪怕是植尿再干 蓝根有可能都已经空根了 但是这个蓝珠 还是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翠绿油润 这个时候呢 很多的男友呢 就忽视了这个蓝花的浇水 喷雾第三个细节 重点的细节就是 不能代替浇水 蓝花该浇水的时候 还是要浇 我们喷雾无非是为了 这个盆面上 叶片上的一些水分的用处 和蓝花浇水呢 两者互不相干的 不要代替了浇水 是这个盆面上的水分的用处 这个盆面上的水分的水分是可以 就会变上多了